大清帝国作为汉族最后的封建王朝 其辉煌与沧桑均令后人震撼 在这个帝国坍塌前的最后岁月 有这样一位传奇的女子 她不仅历经五朝帝王 还以六十七岁高龄 堪称长寿皇妃中的翘楚 她就是端克皇贵妃佟家氏 佟家氏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她十五岁入宫却很快失宠 她二十几岁便首广 历经沧海桑田 见证大清由胜转衰 在她平和外表下 又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宫廷变古 1848年冬 北京飘起了第一城穴 这一年正值道光二十八年 大清王朝仍然鼎盛如日中天 而这座紫禁城内 一位名叫佟家氏的少女 正在张罗嫁着 佟家氏今年十五岁 正是贯春之年 原本即将出嫁到一个文官世家 然而一个月前 她接到了一份来自宫里生辰牌 上面赫然写着奇品三个金字 原来新继位的贤丰帝 在后宫未选秀便直接赐婚 封她为品 看来她这个过门的喜事 注定要延期了 佟家氏的父亲是郑红旗一等侍卫 她又有一名姑姑嫁给了道光帝 所以她的家氏在满清时期数一数二 虽说八旗选秀 才是皇帝挑选嫔妃的正途 但佟家氏里滔天 自有一套迂回的门路 让佟家氏入宫 于是佟家氏就这样 被迫改变了人生轨迹 成为了年仅18岁的咸丰帝的嫔妃 刚入宫的那段日子 佟家氏过得战战兢兢 她性格端庄内敛 举止大方得体 完全是一个大家闺秀 然而当她第一次见到咸丰帝的时候 却被对方的不友善态度吓了一跳 咸丰帝容貌俊朗 但两道剑眉下吐了一丝冷漠 她上下打亮了佟家氏一番 然后转身离去 一个多余的眼神 也没有留给这位心惊的嫔妃 佟家氏意识到 想要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绝非意识 接下来的日子里 佟家氏的猜测得到了验证 咸丰帝喜欢花丛中的浪蝶 总爱寻花问柳 对佟家氏这个寻规蹈矩的少妇欣慰索然 佟家氏发现 皇帝最宠爱的 竟都是那些打扮得妖艳妖艳 会说俏语逗乐的嫔妃 他们中的许多 都是八旗选秀入宫的 家氏并不如佟家氏显赫 但却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佟家氏担心自己 若一直得不到皇帝的宠幸 未来在后宫中的日子 是会更加的难过 甚至有被废数的威胁 他虽然家境尊贵 但一旦失宠 在这翻云覆雨的宫廷里 没有人会可怜一个落魄的公主 为了讨好皇帝 他故意学着 咸丰帝宠幸的那些嫔妃 打扮得妖艳妖艳 学着说俏语 想引起咸丰帝的注意 他费了好大劲 学着哄笑 挤出阳春般的笑脸 生怕皇帝觉得他乏味 然而他表现得笨拙而刻意 引来了众嫔妃的笑话 他们私下称呼 佟家氏为木头飞 嘲笑他就像一个笨拙的木偶 咸丰帝也嫌他坐坐 反感他的刻意讨好 对他的态度转为冷淡 佟家氏意识到 他走错了路 皇帝圣宠的前提是 嫔妃能讨他欢心 而非勉强装扮 他终究改不了端庄贤静的天性 决定还是做回自己 不再刻意迎合 即使日后被冷落 他也要保持住一个嫔妃应有的骨气 果然 自他停止讨好后 咸丰帝对他的兴趣荡然无存 他在后宫过起了寂寞的日子 整日无人问津 便一个人禁读诗词 练习书法 或者对着宫墙外的风景发呆 宫女们觉得他太过乖巧 没有嫔妃该有的架子和手段 因此也懒得侍奉他 佟家是明白 在这深不可测的后宫 他注定要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 他不卑不亢 不与任何党与结派 也不参与后宫的任何明争暗斗 他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任由旁人说闲话 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岁月飞逝 转眼间 佟家是在宫中已经过了十年时光 这十年间 他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变化 一直都是贫的等级 不曾得到晋级 佟家是对此并不介意 他性情淡薄 不以荣誉和地位为念 只要皇帝不忘记他的存在 不刁难他 他便知足成了 这一年 他二十五岁了 面对着佟静 佟家是发现自己的脸上的婴儿肥 已经完全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愣角分明的脸庞 和凝枝般的肌肤 他轻叹一声 为青春迅速流逝而感慨万千 十年前 他才是一个懵懂的少女 对一切宫廷纷争都一无所知 现在 他已是一位沧桑中年的嫔妃 后宫中 许多年轻貌美的姐妹 也渐渐地衰老褪色 他不禁感慨 自己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岁月 但依然寂寞如斯 咸丰帝继位已十三年 朝局却是日渐衰败 他在宫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似乎也成为大清王朝 敖色日子的写照 曾几何时 这个国家也是日不落帝国 他也是一个 有着无限可能的少女 然而如今 他和这朝代一样 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老去 这一年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咸丰帝仓皇出逃 众臣辽也四散奔逃 同家是躲在暗无天日的暖阁中 听着外面混乱的嘈杂声 心中充满着慌恐 他并不知道国家大事 只是本能地感到一种 墨顶的绝望 几日后 皇帝带着断元残壁的大部队回宫 同家是终于放下心来 却不知道眼前的一切都再无回头的余地 他以为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等待的只是清朝恢复往日的辉煌 然而他错了 游戏的结果已经注定 剩下的只是清朝的曲中人三 他和这个朝代一起走向衰败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他将自己封闭在宫墙之内 不问国事得失 任由这朝代落入尘埃 1861年冬 贤丰帝在沉迷酒色中 促然驾崩 年仅三十岁 同家是再次成为了寡妇 他猛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庞大的帝国 已然是强弩之末 一个新的朝代 正在缓缓地拉开序幕 贤丰帝驾崩后 年仅六岁的儿子同智帝登基 同家是被尊为其匪 他沉痛地意识到 自己将成为这个朝代最后的见证者 同智帝年幼即位 执政的实权都掌握在其 淑母慈禧太后的手中 慈禧手段毒辣 同家是不愿意与他结怨 虽更加的低调谨慎 他闭门不出 与人见生书葛 整日只管诵经 以佛法安慰自己苍白而寂寞的人生 同家是开始过起了修行般的生活 他咒诵佛经 禅修打坐 吃呆念佛 仿佛已经超脱了俗世 宫里的宫女们不再理会他这个高高在上的妃子 只当他是个巡视的修行者 同家是不在意他们的冷落 反而更加的专心进修 他觉得一切名利地位都是浮云 人生的意义只有修心养性 他不再关心朝中而与我诈的名争暗斗 也看不上权力金钱带来的虚幻快乐 他只想在有生之年谨守本分 等待最后的解脱 1875年 同志帝已仅19岁的年龄驾崩 尤其唐帝光绪帝即位 光绪帝于是成了同家室的第三位主子 这些变故于他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他早已看淡了宫廷的德语师 他仍然我行我素 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为外界所动 转眼间 辛亥革命的鼓声越来越仓促 同家室也已经65岁了 这一年光绪帝驾崩 三岁的溥仪即位 设为宣统帝 同家室被尊为皇贵太妃 这是他一生最高荣耀 然而他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只觉荣辱一与己无关 1910年冬 同家室在寝宫中病逝 享年67岁 他未看见这场革命的惨烈结局 只在梦中听见隐约的嘈杂人声 他面带微笑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也许正因为错过了最后的绝望 他才能这样安详地离去 同家室死后仅三个月 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 费地溥仪宣布退位 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 步步颓败 终于在同家室去世的两年后 土崩瓦解 同家室活了67年 令他惊叹的是 这67年间 他居然经历了五位皇帝 他用咸丰的嫔妃 一路熬到了成为宣统的皇贵太匪 可谓是前无古人 在他平和的外表下 又见证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宫廷变故 人生在世 不过数十载春秋 同家室并不完美 他也会悲喜交加 但他学会了淡然处之 在那个浮华又残酷的年代 同家室用他稳重内敛的性格 化解了无数潜在的危机 这也许正是他能长命百岁的重要原因吧 同家室活过的五朝 正是这个帝国从鼎盛走向衰败的关键时期 他历经了这场跌宕起伏的变革 却还是我行我素 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超脱与淡薄 让他得以超然观察这场衰生 成为一个独特的见证者 同家室死后仅三个月 辛亥革命便席卷了这片土地 他成为大清最后一位长寿的皇贵妃 但也因此错过了最后的绝望与混乱 也许正因为如此 同家室才能以67岁高龄 安详而超脱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